你看到我整隊都是黏火龍 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聲鐘的頻道 今天我們再來玩這遊戲 Monster Hunter Rider 這條影片就會介紹一些小知識 讓各位新手玩家知道 好 首先介紹介面 介面方面有些人都問到如何轉介面 其實只要按這本書 然後按這個 你就可以選擇哪個角色 就出現在主介面 例如我要雷浪龍女主角 然後就選擇她的座琪 主介面就會轉為雷浪龍女主角 另外 我們可以改名的遊戲 我們可以按 另外我們可以隨時改名 去到書本主介面 第一版 你有ID 也有些稱號 同時間 也可以編輯你的文字 如果加多一點 變更 這樣就加多一點 所以就沒有限任何次數 搞定 第三點 就是計成帳戶 如果大家擔心 我轉了手機 就沒有了 我們可以按 因為有個引計 我們按個引計準備 它就要我們入半英文 和數字 我們入完第一行 再入第二行 按次要 它就會連同你的名字 和號碼 到時候大家去主大面 就可以拿回你想繼承的帳戶 所以大家如果未做這件事 記得做回 不然又沒有了帳戶 好 另外我們就介紹這個家戶 家戶 其實會有四個不同的都市 會見到有不同的等級 究竟怎樣來提升這個家戶的等級 首先 第一件事 我們可以去回 我們的角色表 其實我們可以看一看 不同的角色 我們按住它 左上角有個所屬的都市 例如這個就是 綠色的都市 這個是藍色 這個是黑色 綠色 藍色 其實就會有不同顏色的都市 如果大家想提升你的家戶 就可以找回對應的角色 再提升他們的等級 你就會把你的家戶的等級都會上升 例如現在這個綠色的都市 可以加護16 我們就強化一下屬於那個都市的角色 例如這個 將它等級 升到50 level OK 搞定 大家可以看到 你們的家戶的等級 就會有上升 所以大家如果想升死一個家戶的話 我們就可以選對應的角色 集中升它 就可以提升到我們家戶的能力 講開家戶 第二個提升家戶的方法 大家就要按這個 雙城 有一個期間限定 期間限定 其實都建議大家買完 裡面的素材 例如石頭 糧食 如果有五星珠 我都建議買完 就看你要哪個角色 還有它有時候會有免費的彩珠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 而它都是每一天更新的 更新時間就是凌晨5點 而第二版也都會有五星的彩珠 五星載珠是用來突破人物的 但是都幾貴 其實一百水晶一粒 所以我都不建議的 純粹是買些 用錢買的道具 例如這些 加順賴度的 墨版 如果你想升三星寵的 都可以買的 到了第三頁 第三頁就是每一個月都會有限定 當然大家想突破角色就可以買 剛剛說到家戶 大家都看到有這些叫做護符 護符是每一個護符可以提升到我們家戶的等級 很多人都會問到究竟那些寵物 可不可以轉到其他角色 其實是可以的 通過第三章 按這個讓度 就可以讓出我們想轉的魔寵 給其他角色 右上角有這個券 券到時會扣次數 最後講到觀察隊的派遣任務 就著派遣任務我們先終止這個 不同的派遣任務他們的報酬都會有不同 這個任務我們可以用相同的角色去提升他們的寵物 例如我本身有這隻女郎龍的女主角是五星的 我已經拿去派遣了 但其實我也有四星 其實四星是可以用五星裏面的魔寵去做派遣 所以在三星四星五星都會有共同擁有魔寵的功能 還有派遣任務大家記得盡量拿五星的角色和四星的魔寵 就算你是重複都沒問題的 你看到我整隊都是貼火龍的 因為我想多賺一些貼火龍的碎片 就隨便塞到其他角色裡 幫忙賺一賺貼火龍的碎片方便我提升 如果將來有新的魔物 就會把那些魔物放進派遣任務裏 用來賺個碎片 有碎片可以自然突破你們想要的等級 這次暫時介紹一些小知識給大家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知識 覺得其他觀眾或者其他玩家都需要知道 歡迎在下面留言 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心得 幫到更多人去玩這遊戲 因為我覺得這遊戲是不錯的 一定會繼續玩下去 還有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明天一起直播玩一玩這遊戲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頻道 記得按個訂閱鍵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